台军炒作解放军演训 利用三大海峡压迫台湾 扬言发展所谓反工作能力 还要强化护航 解放军常态化演训 台独势力担心什么 美国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 又想达到哪些目的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炒作解放军前行战术 台军投石问路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台湾媒体近期关注解放军 在台海区域的常态化演训 有台军前军官分析称 解放军用前行战术为台 展现了区域拒止能力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台湾只能独自面对 此外 台军在台湾岛北部 大四整舰导弹基地 加强防空力量 也引发了关注 解放军常态化演训 引发台军怎样的担忧 加紧乙武巨统 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动作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 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 王小鹏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 北京的小鹏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红好 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 台湾防务部门认为说 如果台海开战 那么台湾只能独立作战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台湾防务部门本月9号声称 监测到数十架解放军各型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部海域 日本方面也声称监测到解放军战机 穿越宫谷海峡进入太平洋 台湾防务部门表示 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压迫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和宫谷海峡 展现了对台湾的所谓前行攻势 是所谓的三海战术 刚好可以把台湾矿起来 该台军前军官表示 加上解放军的航母舰队 可以形成反舰入和区域拒止的强大力量 如果台海开战 外部势力持援或运捕 有相当大的难度 台湾只能独立作战 对于解放军近期的常态化演讯 我们看到在党内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么台军的前官员认为说 这是解放军的三海战术和前行战术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评论和观察 会有台军的前任官员 提出什么解放军 在对台湾演练三海战术 或前行战术这样的说法 主要的原因就是 台湾防务部门发布消息 说解放军战机在6月8号 有37架次进了台湾的西南空域 而且穿过了巴士海峡 到达台湾东部的海域 然后日本防卫省 也在接近的时间公布消息 说6月7号跟6月8号 解放军的战机有17架次 穿过了宫古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如果把解放军的战机 在台湾南北的飞行轨迹图 画在图上 台湾上面一条线 下面一条线 视觉上确实很有冲击力 所以就引发了讨论 说出这个三海战术 或是前行战术的人 是曾经当过台湾空军副司令 现在是学者的一个评论员 叫做张延廷 他会自创三海战术这个名词 想表达的是 他认为大陆现在是同时在压迫 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跟宫古海峡 等于是把台湾框了起来 大陆现在展现的 就是除了能在沿海的范围演训 也是能穿过第一岛链 通过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 到西太平洋来演训的 而这些演训 不一定是针对台湾的 你非要从台湾自我中心的角度看 这可不是什么前行攻势 这基本是在对台湾做四面包围了 台湾很多评论员 在评论解放军 在台湾周边的活动的时候 都很爱用美国人喜欢用的一种提法 说大陆这个是在展现A2AD 也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 说简单一点 就是大陆是透过演训 在提醒想插手的外部势力 你不要妄想来侵害中国的领土跟主权 这也是要告诉外部势力 你不要想用什么第一岛链 就能锁得住中国 今年年初你看美国众议院搞的兵推 对外发布的消息不是说一旦台海开战 美国就不能再补给台湾了 这为什么呢 这就是知道大陆现在的反介入能力 美军想要对台湾做运补 都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包括美国把部分的兵力 从冲绳转移到关岛 还有他们总爱搞什么激动跳岛式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都是因为他们对大陆越来越强的反介入能力 想要做出因应 就像刚才尤教授分析的这样 这番言论是出自台湾空军的前副司令 那么他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解放军的战术 以及决力的变化您认可吗 您是否同意他这样的观察 对于台湾海峡的军力的状况 我想他应该更多关注到 就是近些年来两岸军力对比的悬殊程度 应该是越来越大 那么解放军之于台军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体现在很多的地方 过去我们节目里也多次谈到 比如说一个就是说造舰能力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海军的舰艇制海能力方面 这是水面舰艇 再者就是潜艇的全面作战能力 这个方面 这个优势越来越明显 那么也就使得过去台军也好 还是台当局也好 他们鼓吹的所谓海峡中线 就变成了一个伪概念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条海峡中线 所以台军方面也好 还是台湾岛内的有关的一些人士 他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思考 其他两个海峡更多的 他是替美国和日本方面去喊话 去做这样的一些表态 甚至是一种试探 我们不妨分别来看一个 我们看这个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它是能够连接这个南海 包括这个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海上 咽喉要道 是西泰的一个重要的海上枢纽要冲 但是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就是巴士海峡 特别适合潜艇的水下活动 那么巴士海峡 它的宽度大约能够差不多达到200公里宽 深度是在2000米到5000米之间 最深达到了5126米 也就是说 如果潜艇在这片海域水下活动的话 美军如果要想找到它 就等同于是大海捞针 所以说美国方面近些年 在围绕巴士海峡 一北一南要展开不断的部署 或者说是动态部署 那么在台湾岛方向 它就是不断地鼓动台当局去展开 一些不良的动作 包括展开所谓的海上对抗 另外一个就是在南部 也就是菲律宾方向 比如说今年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菲律宾向美国增开军事基地 按照2014年签署的 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其中有一个基地 就是在北部方向 也就是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旅宋岛北部卡加沿省 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其实美国它在这里要部署军力 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对巴士海峡 形成一种所谓反潜能力 要形成这样一个空恶之势 那么再把这个目光放到北边 也就是宫古海峡 那么宫古海峡近些年来 因为它是一条国际水道 我们海军正常地进出宫古海峡 已经能够做到 把所谓第一岛链踩到水下 把所谓第二岛链踩在脚下 对于我们正常的海空力量的发展 那么包括美国 特别是日本 它是戴着有色眼睛去看的 特别是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 是进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一些 例行的演训和巡航 出入这些咽喉要道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是岛内人士 对于解放军的例行军事动作 进行了渲染 渲染成一种所谓的威胁 在岛内制造担忧和恐慌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言论 第一岛链不是一条实线 它是一条虚线 宫古海峡就位在冲绳岛跟宫古岛之间 巴士海峡是在台湾本岛跟菲律宾的 巴丹群岛之间 这两个空间是穿越第一岛链 通往西太平洋的两个通道 或者是两个出口 两个海峡的宽度 基本都超过150公里 过去美国想用这条 他们所谓的岛链 把中国关在里面 我们要知道太平洋不是谁的太平洋 本来解放军穿越宫古海峡 穿越巴士海峡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从美国霸权的心态来看 这就叫中国威胁 美国就想拉着盟友去强化宫古海峡 跟巴士海峡的防卫 来把守两个出海的大门 为了把守宫古海峡 美国除了强化冲绳的军备 还有就是要日本在冲绳周边的岛屿 就算是面对当地民众的反对 也要增设导弹部队 增设弹药库 包括燕美大岛 冲绳本岛 宫古岛 还有最近加入的石原岛 现在都有导弹基地 临近台湾的宇纳国岛 除了有情报监听部队 也打算设导弹部队 那为了把守巴士海峡 美国就在菲律宾去新增了四个基地 台湾这边会有很多人担心 解放军的军机军舰穿出第一岛链 理由很简单 过去台湾认为 中央山脉是天然屏障 可以把很多军备藏在台湾东边 做战力防护 再伺机反击 如果解放军现在有能力 穿出美国的第一岛链 来到台湾的东边 那过去这套战力防护的战略 就废了嘛 岛内这些个别人士的 以美谋独的心态 跟美国在军事上 向台湾释放的一些假的信号 是不无关系的 美国已经跟他的同盟小伙伴 在菲律宾海 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 日本 法国 美国和加拿大四国军队 从9号开始在菲律宾海 举行联合演习 美国第七舰队表示 美军核动力航母 尼米兹号 里根号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 以及加拿大 法国的水面舰艇 参加了这次演习 总兵力超过一万两千人 声称要展现美军 与盟友协同作战能力 台湾舆认为 近期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 公开表明关切台海局势 这次军演应该是贯彻 相关表态的具体行动 依然希望通过军事力量 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 我们都知道 美国联合他的盟友和小伙伴 在中国周边 利用军事活动进行挑衅 已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那么这一次 美国和他的盟友的 联合军事演习 是在菲律宾海 离中国也很近了 而且规模不小 是一万两千人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美国这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背后真正的目的 美国在台海周边 搞军事演习 还拉着盟友一起 就是想要秀肌肉 搞威慑 6月9号 美国又联合了日本 再加上法国跟加拿大 在菲律宾海 就搞了刚刚提到的 这场联合演习 那这场演习 比较引起注目的 是美国来了两艘航母 一艘叫尼米兹舰 一艘是里根舰 美国对外宣称说 这场演习非常盛大 汇集了超过一万两千名水兵 不过其实美国那两艘航母 上面就有一万多人了 出云号上面大概一千人 法国跟加拿大的军舰上面 其实就是三四百人 所以宣传了半天 重点就是美国要来秀 双航母的打击肉 这个就是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 他的指挥官公开说的 他说美国海军综合的航母打击能力 非常值得信赖 是对威胁国际秩序的人 最大的威慑力量 他就讲得这么白了 那除了双航母 美国也想展现 美国是能跟盟友 协同作战的 所以他们演习的重点 不外是战机起降 防空 打击海上 甚至水下目标 这次演习的区域是菲律宾海 那这个当然也带有 想要封堵解放军 穿出巴士海峡的目的 美国搞这种双航母的 肌肉的表演 也不是第一次了 同样的两艘航母 尼米兹号跟里根号 2020年在南海 也做过双航母军演 去年5月 里根号也跟林肯号 在冲绳海域 搞过双航母军演 这次是美国当主角 日本当配角 法国跟加拿大 小小客串 但是这是不是就能达成 美国要的威慑呢 其实是很有疑问的 美国航母已经不止一次 在解放军军演的时候 选择跑得远远的 大家也很难不想起 美国去年跟今年搞的一些兵推 都有传出 两岸开战 如果美国介入的话 会有两艘航母被击沉的 这样的兵推结果 肌肉也许中看 是不是中用 或是是不是真的敢用 恐怕还是个大问号 我们看到岛内有军事专家观察认为 对于美国在台海周边的 这种频密的军事活动 大陆方面一定会强力地进行反制 那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 您认为接下来在台海周边 是否会有军事上的角力 我认为我们应该跳脱出 这个个别的台湾岛内的分析人士 他们指出的这样的一种 似乎是美军演习 我方反制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因为这个逻辑线不是如此的简单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予以观察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 我们的海上活动 一是有它的规律 第二是有它的这样一个节奏的 我们都应该牢牢把握住 这样一个节奏 并且保证它不被外部势力所打乱 或者说是打断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住主动权 这是其一 另外再有一点 美国方面在台海周边 一系列的这种军事活动 包括拉隆他的盟友 展开的这样的一些军事演习 他的这个目光 绝不仅只是放到台海 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看到 至于这个台湾岛 或者说整个这个台海的这个形式 中国与美国这个视角不同 所以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和认知 也大有不同 至于美国 他基于整个所谓的印太战略视角 他把这个台湾岛 台湾地区 视作是所谓西太部署的前沿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他近些年来 要把美国的印太战略 由所谓的概念阶段 推向一个实操的阶段 他又重新抛出了 所谓这样的一个岛链战术 这个岛链战术 所谓第一岛链 是最为关键 而且最长 最重要的 那么台湾岛正好是 在这个终点的这样一个位置 一旦被美国口中的 所谓大国目标 那么所掌控这个区域的话 就可以把他这条岛链 从中斩断 斩成南北两截 那么不能够衔接 美国自然 他一系列这种亚太的军事部署 包括海上谋求霸权的 这样的一些举措 很可能就会泡汤 所以他会非常的关注 那么由此观之 我们看 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 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海洋战略的 一个升级 就包含三个组成部分 其中都与这个台海形势 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一个是前沿威慑 一个是海控控制 另外一个就是同盟关系 总体而言 就是要把整个局势的水搅浑 它好浑水摸鱼 看来解放军的这些 常态化的演讯 让岛内的军方和个别人士 感到了紧张 所以进行了污名化 和恶意的炒作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他们恶意炒作背后的目的 我们看到 台湾岛内个别势力 它这种恶意炒作 既有真紧张 又有假紧张 我们说真紧张 就刚才节目里面 我们谈到了 两岸的军力对比 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方面 至于台军的优势 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们感到这种 所谓加引号的紧张 另外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说它是假紧张 我们展开这种常态化的演讯 基于的是正常的海空安全需求 这是一个基础款 当然了 由于近些年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外部势力 在台湾岛周边展开一系列的海空挑衅活动 这个活动的频次也越来越频繁 比如说我们说美国的舰机 它的飞机对我们海岸展开 所谓的抵近侦察越来越频密 另外就是美军的军舰 在相关的海域展开的 这种所谓的穿航的活动 这个穿航活动 过去他们讲的是无害通过 那么现在更多的执行的是 一个所谓的无理通过 这个是礼貌的礼 这个所谓无理通过较之于之前 所谓这个无害通过 它会更加的露骨 更加的挑衅性强 那么由此我们就看到 地区局势会出现一些更多的不确定性 和不可预测性 那么我们肯定要用海空实力 去因应这样的一些态势的变化和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加强款 另外再有一点 我们观察到在近一段时间 台湾岛内的一些研究机构所公布的数据 就不难得出 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仍然是持续的低迷 这个走势应该说非常的不明朗 而且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 仍然出现不景气的现象 民生依然凋敝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形式 持续延续到了明年 也就是2024年的话 那么是否会对于明年的选举造成影响 我想这个民进党当局 包括整个绿营它是会有重大的考量 所以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它就通过炒作所谓的大陆的军力威胁 然后让台湾地区的民众 持续处于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然后以此达成自身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 现在不仅是美国在台海区域进行搅局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也在配合美国 计划在明年增加导弹部署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空军防空即导弹指挥部 计划在全台新建或整建导弹阵地 明年规划对新北市三支 淡水万里等六处导弹阵地工程进行招商 据了解 新北万里原部署美国受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整建后将重新部署台湾自主研发的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台湾岛北部的防空系统 未来将全由天空三接手 根据台当局的相关预算 台空军将采购12套制造天空三导弹系统 加上去年的6处导弹阵地新建工程 12处阵地也已经规划完成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正在整建 天空三的新的部署的基地 要增加12套天空三的导弹系统 那么天空三的整体性能怎么样 为什么要增加部署天空三导弹 目前看起来台军是打算把天空三的导弹 部署在12个地点 包括新北的三支淡水和万里 然后到台中 到高雄 再到外岛的澎湖 这12处的基地 基本是遍布台湾本岛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再加上澎湖 未来台湾的防空 看起来会以天空三的导弹 加上美国卖给台湾的爱国者三导弹为主力 其中像新北的万里 本来部署的是爱国者导弹 整建之后 看来是要改成部署天空三导弹 所以就有人猜测 是不是未来台湾北部的防空 会由天空三来接手 那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是爱国者导弹 台湾的数量不够 那台湾想拿到爱国者三的增程型 又遥遥无期 所以就决定由自造的天空三来上阵 台军宣称天空三导弹性能是很好的 不输给美国爱国者三的 甚至还给了天空三什么台产爱国者的称号 我们知道爱国者三在拦截高度上 大约是24公里 天空三当初设计的时候 拦截高度就是更高的45公里 增程型 据说还能达到70公里 所以台军是希望天空三跟爱国者三 能够做某种高低搭配 特别是希望能提高对导弹的拦截率 如果从拦截率上面看 爱国者三宣称 说一枚爱国者拦截一枚导弹的话 拦截率是7乘5 如果是两枚拦截一枚 拦截率可以提高到8乘8 至于天空三是缺乏相关的实战数据的 之前不是有个台军退役将领 在电视上面说什么天空打一发 拦截率是7成 所以如果打三发 拦截率就是210% 这种无脑的算法 大家除了嘲笑之外 当然是不能信的了 另外台军去年在屏东做的射击训练 还传出来说天空三是没有打中目标 不打才打中的 虽然后来台军出来否认 但是各界对天空三的拦截率 是很难有可靠的参考数据的 我们知道今年以来 岛内一直在炒作 美国没有办法交付台湾的 对台军售的相关问题 那么现在台湾方面 要部署自行研发制造的天空三导弹 和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 那么既然台湾方面 已经拥有了爱国者导弹 为什么还要增加部署天空三导弹 事实上无论是从性质来讲 还是从数量来讲 那么这个所谓的对美军购问题 至于台湾当局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 对台军售不同于美国一般性的商售 它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军售 也就意味着台湾地区 台当局它亦没有定价权 而没有溢价权 而且在这个武器系统的使用上 还要受到美方的掣肘 再加上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交付一直非常的迟缓 所以这就产生了极大的 这样一种压力和被动的一个状态 另外我们从这个数量上来讲 过去美对台当局 它是一个包裹式的军售 那么现在在近几年 它逐步地调整由包裹式军售调整 为一个常态化的军售 那么频次大大的增加 比如说在2017 18年的时候 大致是一年一次 那么到2019年就变成了一年三次 2020年翻了一番 变成了一年六次 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这样的一个态势 就被完整地继承下来 所以也就意味着什么 说它这个武器的第一个主动权 不在台当局自己手里 而且要花大价钱未见得 能买到他们所谓理想型的 这样一些武器装备 而这个数量还越来越多 就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这一点在台湾岛内 这种反弹是非常的激烈的 所以为了做出这样一种应对 那么用它自造的 所谓自行研发的天空三导弹 来展开这样一种所谓的替换 应该说它这也是对 岛内舆情的这样的一种回应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包括爱国者导弹 它更多的要优先 在欧洲方向去使用 去因应所谓乌克兰的危局 所以台湾当局看到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很多 它就要用它所谓 自造的天空三系统 去进行一个补卫 对于解放军的舰机 在台海常态化的巡航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逐渐形成新的常态 台湾岛内有些人坐不住 也不足为怪 事实一再证明 两岸军事力量的天平 已经在大陆一方 民进党当局还妄图 以武剧统 勾结外部势力 搅乱台海 不会得逞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于以上话题 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